《讀海浮沉》 大家知道《讀海浮沉》有Facebook、IG、Youtube 但比較多內容的就是Facebook 因為影片也可以、相片也可以、字也可以 原來法國有比較年長的觀眾 他只是看Youtube 不會去我《讀海浮沉》Facebook 我想照顧他們 就算短短的字 也盡量出片 讓Youtube的朋友也看到 早兩天說了我在觀塘的CD Warehouse買了兩隻碟 一隻鄭忠基、一隻衛蘭 有什麼好說呢?買碟就買碟 原因就是鄭忠基這隻碟 在油煎旺已經斷貨 有些店鋪要炒價發售 有些人還要投訴 他為什麼會炒碟?有沒有搞錯? 是的 我覺得是有些奇怪 我也不會說他離譜 有些奇怪 想想一下 香港本地的新碟 有多久沒有試過被人炒? 你說如果是遊戲就不同了 Ring Fit了 Ring Fit了有人炒 Mon Hunt一出的時候可能會炒 是不是? 很久沒有聽過新CD會有炒風出現 所以我就出個post告訴大家 觀塘的CD Warehouse 有足夠存貨的鄭忠基CD 還是正價139 那個post的反應都不錯 多謝各位 所以我也要拍一條影片 賣給Youtube的朋友知道 我自己真的比較少買藍聲的碟 還有鄭忠基很老實 唱歌方面我不是最ok 我不是在歌方面是粉絲 不過他演戲我就很喜歡看 無論是電影還是最近ViuTV的電視劇 我都是喜歡的 買了這支碟就回來聽 他其實都可以叫做新曲加精選 他十幾二十年前藍白鑑那隻 我也是有買的 接著就到這支 大家看到這個封面很容易認 顏色 構圖很藝術風 有別於最近很多演唱會的poster 鄭忠基這支碟是別樹一格 覺得是漂亮和有型的 講一講他的歌 list 第一兩隻是新歌 My Only One 玩了才自訓 這兩隻都是新歌 星光伴我心 無賴 閉目入神 猛龍特警隊 我代你哭 天意 時間人物地點 時間人物地點就是我最熟的一隻 想愛你 晴天陰天雨天 人若然忘記了愛 將側紙上面 亦都寫到明 是用24 96 來錄音 即是Hirex 發燒一點 我今早聽 一開聲 的確 有些 不同的感覺 比較於我剛才說到 藍白鑑那隻碟 兩個年代的錄音 完全 手法也是兩個不同的手法 鄭忠基現在 有這麼多經歷 從做了爸爸之後的一個唱腔 再加上新的重新編曲的錄音 如果比較起舊的版本和新的版本 我都會喜歡新的版本 多些 其中一隻我很喜歡的歌 就是我代理哭 無論他的人聲和樂器 因為他的樂器有大提琴 通常 很靜的空間 一有大提琴的聲音響起 我就會很舒服 然後人聲也很舒服 要說其實全隻碟 無論錄音 唱歌 技巧 各樣東西都是很高質素 但是你要我拿少少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 其中有些歌的人聲 那些音響多了一點 就是我覺得 鄭忠基的聲音這麼漂亮 不用下那些東西 但是有些歌 可能是 是因為是當 pop的歌這樣做 還是為什麼呢 是多了少少 echo 在於我來說 大家可以喜歡的 沒有問題的 無論喜歡和不喜歡這隻碟 都是值得買的 所以為什麼會 無端端會炒 而告訴你 大家根本不需要吃炒價 有兩樣東西 第一 你可以先上Apps聽聽 第二 是旺區炒 不是旺區 其實還有很多貨 也可以正價買到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它的外表包裝 設計 再加上裡面的錄音 再加上正中機 所有東西都是很有心思 既然這麼有心思的一個 音樂產品 大家可以的 就支持一下 同場家影還有 惠蘭這隻新碟 It's okay to be sad 是209元 大家一聽 定價好像有點高 是啊 比較普遍的CD來說 定價是會有點高 不過 惠蘭呢 無論它出什麼 我都會閉上眼買的 即是我有幾個歌手 他一出片 我都會閉上眼買的 惠蘭是其中一個 那 值不值209元 等我 下一集 我聽完之後 再跟大家報告